我們學校推行補求 推行了很多年 我們早期都是鎖定行動比較好的學生 後來是針對越來越重度的學生一直在投入進來 很多學生因為假日他也沒有辦法去參加戶外的活動 所以我們是想說在學校裡面就可以讓他能夠去做這樣子的運動 這個老師非常的用心針對重度CP老麻的學生做虎記上的教學 目的就是讓學生有多元的參與增加他的信心 然後達到一個成就感 地板滾球對於肢體障礙的學生來說是一張蠻普遍的活動 而且他有很多相對應的輔具已經是行之多年 而且有一些比較好的一些成果出現 所以我們以地板滾球為出發點 加以去做改造設計然後符合學生的需求 讓孩子特別是自己正愛的孩子來說 每次的上課都有很充分的活動 課程的設計主要是希望將附件的動作 還有課程的活動相結合 所以會加入一些像數學的元素 加入一些兩性性別平等的元素 加入一些資源回收自然課程的元素 去思考說如何讓老師在教學方面能夠更完整 讓所有的課程有一些橫向跟縱向的聯繫的部分 藉由滾球活動的一個主軸 能夠讓更多的孩子有更多活動的參與 變成很多的課程當中都有這項元素 他也能夠經手也能夠有更多元的表達 然後讓老師在課程活動當中看到孩子更多的可能 其實我們所訂的這個族群的學生 其實他有部分的學生他的智力是還不錯的 他可以做一點判斷選擇 所以其實我們融入了一點叫做所謂的自我決策 就是讓學生能夠選擇 我要玩的東西 我要摸的東西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平常他大部分都很難自己去表達他的意願 所以其實透過這樣子的一點表達能力可以提高他 參與度的提高 而且我們可以讓他自己 原來我可以選擇很多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特別講到的是我們對學生的自我決策 他是自己選擇東西的一個再提升 有一些孩子他在口語表達的部分 其實在之前上課的時候 都只有聽到他說要或不要 藉由課程活動的多元變化之後 他開始有了一些跟同學之間的互動 他甚至手指開始去主動的一些伸出來說 我想跟某個同學一組去點點那個同學 然後去拍拍他 然後去鼓勵同學說 棒棒 但雖然是只是一些簡單的語言 或者簡單的表達 但是這些卻是自己傷害的選生來說 他的主動性的表達 對於教學的老師來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回饋 因為這不是我們教導他去反射性的回饋 而是他主動性的表達的部分 所以在於孩子在教學活動的部分 他能夠有這樣的表達是我們覺得蠻特別的 其實台北市辦地板滾球其實的機會雖然是多 但是也沒有辦法說像那麼普遍性啦 其實能夠透過交流的話 其實學生能夠彼此交流 然後比賽 其實我們也沒有強調說誰第一名誰第二名啦 其實強調是說大家能夠有互相學習 互相成長的一個機會這樣 其實學校這方面是有點像是雙主軸啦 就是課程的部分還是有在進行 那另外一部分如果真的他能力 有可以再精進的學生 那可以走向經濟這個區塊的 其實我們也不以餘力的讓這些孩子能夠走出校外 那讓他去自我展現挑戰自我這樣子 當初我們的構想是希望有一個金字塔的一個概念 我們下面的部分希望是全面性的一個發展 那上半端就是金字塔的上半端 就是我們希望也是能有一個競技表現的機會啦 就是其實說實在讓小孩子有更加深加廣的機會 那出去呢可以知道說其實他經過這樣一個歷練之後 他還是有另外一片天空可以去闖 對那那個區塊的話我們就會特別針對這群孩子 那也做一個算是一個技術性的 或是技巧性的 甚至在戰術上面的做一個練習 一些學生真的能力真的很好 我們希望說他能夠藉由這個活動自我肯定 那獲得的成績上台的 說實在他那種驕傲那種勝利的那種感覺 那種笑容 真的是你要親身看到他們這樣子一個歷程 你才可以被他們這樣子一個認真的態度感動 其實身心障礙的學生其實真的很可愛 那其實他們都是很天真 可能他們表達能力不好 或者是他們很多動作不好 尤其是有些譬如說自體障礙的 或者是腦性麻痺的 他們可能動作不好 可能會讓人家覺得很害怕去接觸他們 其實他們都是心底非常的純真善良的 那所以其實如果對身心障礙的人 一般社會大眾沒有接觸 其實我們都不要去排斥他 應該要用更大的胸襟去接納他們 那也許你一點小小的鼓勵 或者是一點的協助 他們其實都會銘記在心裡面 那我們其實我們都在 其實我知道以現在來講 社會的包容心都很大 但是我覺得還是不夠 可以更加的包容一點 對其實對他們會成長的歷程 歷程中應該會更好 會更有幫助一點